本集完 是说19岁的军人坠柔 他爸爸是当场帮忙CPR 但仍旧救不回来 国军其实今年 现在才4月 到今年已经有10个人 是亲身过世 然后有自伤 或者是死亡的事件来发生 前几天不是告诉你了吗 说现在当一年义务役的兵 结果进来第二天而已 竟然就往外跑了 人是回来了 但是内部的问题 现在大家是真正看见了 大家想问 如果说 现在政府一在告诉我们 两岸确实有点紧绷 关系确实 没有以前那么好的时候 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待 这一些新闻呢 而现在甚至 还有议员 他们去找了YouTuber 来帮我们做 我们的军人的头盔 什么意思 他就是做他的防弹测试 他说他们拿到了 包括了俄罗斯 包括了对岸解放军 等等的国军头盔 结果他们在美国这边 做一个防弹测试 发现说 我们的现役头盔 甚至比20多年前 国军用的那个功夫 龙头盔还要差 所以他就想问 如果是这样的话 是资源不足 还是管理上 或者是研发上面 有失误 反正一定是 有一个东西有问题 怎么会现在的技术 现在的产品 比20年前还要不好呢 好 大家就想问 这个会不会又被政府 说是认知作弹 政府等等 因为这一位是民进党籍的 新北市议员 民进党的议员来做的测试 不能再被说是认知作战了吧 因为这样子听起来会怪怪 逻辑不太对啊 大家开始在问 要怎么样来看待 目前那个政府 还有两岸关系呢 外媒是这样告诉我们的 这个是华尔街日报报导 看看 自由时报报导说 赖清德国安团队 让美方放心 说华尔街日报 其实有特别提到了 这里面有一些 他们熟知的脸孔 还有跟前任总统基务一样的 国安团队 所以有助于白宫确认 好 自由时报告诉我们 其实华尔街日报也说 美国很放心 但是也有人 英文比较好一点 他自己去找到了原文 他就想问 为什么 我念的版本 跟自由念的版本 不太一样 他就框出这个第一句 这第一句就特别提到了 说赖清德的政治倾向 让美中其实都是有些紧张的 Nervous 他就想问 为什么这样子的一个内文 会差这么多 两边几乎是蛮有出路的 大家想问的是 那到底他看到的是哪一句 还是说呢 我们大家真的 以后看到报导之后 都要回去找原文 才能够来厘清 现在看的到底是不是他的原意 在赖清德520交接之前 其实呢 美中台三方都有很多人 彼此之间在互通着有无 因为希望能够稳定局势 来看到美国的亚太助亲康达 现在人正在北京 会晤的是涉台官员 有特别的强调要维持 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 当然呢 北京也趁着康达这一次来 告诉他 你们美日飞先前 在那边拼凑小圈子 扰乱南海情势 这个是在破坏亚太地区的和平稳定 大家开始在讲了 说其实目前国际上的局势来说 台湾真的要知道自己在哪一边 才能够好好的安全站在中间 好 其实呢 蔡英文现在在伊朗啊 还有以色列这一局当中 他有特别的发文 站在对的那一边啦 蔡英文政府认为伊朗这个暴力 希望和以色列建构更有韧性的全球供应链 外交部也说啦 要跟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主伙伴 同声谴责 甚至呢 还说全世界民主国家会守护台湾 过往蔡英文认为 全世界民主国家都会跟我们站在一起 但是我们也要问啦 先前这些民主国家 都是跟泽伦斯基跟乌克兰站在一起 那现在呢 现在他是要西方向乌克兰展现 和以色列一样的团结啊 他很担心西方现在是不是要放弃他啦 就像他们在保护以色列那样子的团结 他现在看不到了啊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呢 甚至还计划对乌克兰 还有以色列援助分别表决 原因是因为 现在美方对这两个态度 其实已经大不相同了 搞得乌克兰现在必须要亮最后底牌 也就是呢 大反攻之前甚至还要求 妇女现在也要开始加入战局 到底台湾要怎么样来看待 所谓的民主盟友 或者是民主同盟 不过头我们要请教一下预防委员 原因是因为 在目前的两岸关系当中 搭520之前最沾心的就是两岸嘛 那又看到国军最近确实状况很多 心里头看到这些资讯 难免会有些担忧 我先这样讲了 我们现在花了很多很多的钱 在买武器 可是一个国家的一个战力 就作战的那个能力 或是那个力量 是有两个东西构成的 是人员过来才是装备 如果真要挑的话 那人员的训练 比装备甚至还更加重要 就是说你给你好的武器 但是你如果你的人员的训练 是不够的 人员的素质是不够的 那再好武器给你使用 大家都没有办法发挥 应该有了这样的一个效率 或这样的一个战力 所以我们花那么多钱 去买武器的同时 我们又没有想办法 在我们部队整个的管理 领导统预管理 去做一些检讨跟调整 比如说有些人 本来就不是很适合当兵的 那你在性向测验这方面 要不要稍微严格一点 真的不适合当兵 不管他是资源役的 还是医源役 那这些可能就要 就不要让他们进到部队里面来 对他们本人 跟对其他军队的弟兄们 都不是一个好事情 那我们政府有 国防部有花多少钱 在性向测验这方面去做努力 这个我真的是不晓得 但是我长期在国防委员会 我的确觉得部队的管理 是可以再多少要改进一些 那另外讲到仿占头盔 其实我有很大的感触 我今天还特别上网去看 因为在民国87年4月23号 我大概是中华民国立法案 第一个出来谈头盔的人 我那次事实上 我为了增加效果 就带了头盔上去了 因为我接到检举说 我们的头盔的测试是没有过的 所以后来我逼国防部 然后他们后来公布了结果 再去做测试结果 在近距离里面 多少距离我会点忘掉 是打穿的 打穿了 那当然后来又有人 有人过来澄清说 这么近的距离 你用手枪打 绝对会打穿的 不管什么样头盔都可以打穿 但有人说不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究竟怎么样 我觉得国防部 在那一次事件里面 其实那些引起很大的 社会的反响 那经过这么多年 二十几年 快要三十年了 那你国防部针对头盔的问题 你们做了什么样的努力 去对这样一个厂商的要求 是不是合理 第二个 我们做出来头盔的品质 跟其他的国家相比 我们是不是合乎国际标准 这个国防部真的要出来交代 因为你买再多的好的武器 那单兵就是每一个士兵 他们对他们影响最大 保护他们最多的装备里面 其中一个最主要就是头盔 你要保护他脑袋 如果这方面你都没有办法 让士兵们官兵们带一顶 可以保护他们脑头部的 这样一个装备的话 那你买再多的飞弹战机 我是觉得就有一点 叫固词思彼 我认为这些是不好的 尤其民进党不是要叫他打巷战吗 打巷战他头盔更重要了不是吗 对 所以这是我要讲 另外就是说 讲到伊朗跟以色列的问题 像我们这种国家 最好不要轻易的选边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要讲的话 我上次我记得我在那边讲过 其实我有很多犹太人的朋友 我跟他们都处得很好 因为我以前是中华民国 以色列国会联谊会的会长 所以我长期有跟以色列 打交道的经验 但我要讲一件事 这是为什么伊朗会用 用导弹这些无人机 去攻击以色列 因为你去炸人家在 这个叙利亚的那个大使馆 那个使馆 然后你把人要炸死了几个高级将领 还有其他还有一些人 加起来不少人 所以他等于是一种报复 所以这次西方国家 是因为犹太人影响力真的是太大了 法国财政部长就犹太人 美国的财政部长也是犹太人 对不对 美国的国务卿也是犹太人 美国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 Sumer也是犹太人 对不对 很有名的参议员Sanders也是犹太人 所以犹太影响力真的是很大 不过我是有在这里面 我还是觉得发动战争总是不好的 不过以色列你先攻击人家 然后你再来批评人家侵略你 这个也有点说不过去 我是认为所有的战争都应该被停止 包括加煞走人 任何人享用武力解决领土问题 解决任何的争端 我认为都是不好了 因为最惨的是 不是躲在碉堡的那些主旗事者 最惨的是那些无助的平民百姓 他们是战争最大的牺牲者 所以我觉得我基本上 我是反对战争的原因是在这里的 是 好 我们也想要请教了 在目前国际的局势上面 大家基本上大部分的台湾人 大家看网络上面的讯息滑手机 我们还是会倾向于看我们自己 比较熟悉的台湾媒体 但想要请教一下左老师 因为真的比较少人会直接去看原文 所以看到台湾媒体就相信了 结果现在却被网络上的网友说 那个报导跟我读的原文不一样 那大家又开始在问 那所以呢 真相到底是什么 其实这个我觉得第一个 我们先讲这个报导本身 这个报导本身其实它是比较中性的 它是说赖清德向美国释放出一个保证的讯号 reassurance 就是再保证的讯号 而这个保证的讯号根据这个新闻报导的内容 因为这个记者是一个非常资深的一个记者 那他写的也很全面 你提到的是华尔街日报的原始报道 对对对 华尔街日报的这个记者 那因为他写的其实我觉得也算是 还算是客观中立的一个描述 就是说这个保证的讯号内容是什么 就是赖清德会任命蔡英文政府时代的国安团队 来继续在这个他未来的政府里头 其实他讲的就是这件事情 那当然他特别琢磨了两个人 一个人就是顾立雄 强调了国军的国防的改革 另外一个就是他大概有提到 就是这个邱锤正 没有 林嘉隆 邱锤正的篇幅再少一点 就是林嘉隆跟顾立雄 大概谈的最多是这两位 好 那这个到底跟 我觉得跟康达到北京去 我觉得有一点关系 为什么呢 第一个 他在讲到赖清德所释放的 这个保证的讯号里头 并没有讲到在520就职的赖总统 他将会提出什么样的一个两岸的政策 我觉得因为美国人关心 这个可能更胜于他的一个外交的人士 那这说明到目前为止 这一部分其实赖总统当选人还没有向美方 做一个比较完整的阐述 或者这个阐述仍然在他的进行过程当中 那这个跟康达去北京有什么关系呢 因为康达他们这一次 他们见了国台办的副主任 邱开明 那我觉得这个讯息很有意思 因为大陆方面没有公布这个讯息 而大陆方面只公布了 就是说他见了这个美大师的司长 还有外交部的副部长马朝旭 可是为什么见了邱开明 为什么要跟邱开明谈 因为邱开明原来是研究局的 所以他们的会谈一定绕不过 未来赖总统当选人 未来的赖总统 现在的总统当选人 他的就职元说 所以我认为 其实你看到这一篇的报道 跟康达在北京的这个行程 我认为核心都是在就职元说上 然后你也会发现到 赖总统当选人最近非常的低调 基本上很少看到 他在媒体上有一些谈话 包括最近马前总统提到 就是说 希望他能够回应九日共识这个问题 他也没有正面的回应 他也没有出来说话 所以我认为这个问题正是在 两岸三方 就是台美中 三方面正在就这个问题 做密集的协商 而且美国跟中国大陆 是两个主要的这个协商者 那最后要谈一下 康达到北京去访问 因为康达到北京去访问 我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事情 就是 美国国务院的公布 是非常完整的 可是大陆的外交部 公布的相对简单一点 而且大陆外交部 特别区隔了两个角色 就是马朝旭接见了 这个康达一行 然后是谁跟他会谈的 是美大司的司长杨涛跟他会谈 就他很重视说 因为你的这个位阶 是相当于我的司长 所以我只有这个层级的人 跟你会谈 所以同样他也是安排了 求开明去跟他谈 因为他觉得这个层级 是比较接近双方的位置 我觉得在这个细节上的讲究 就表示大陆在这个问题上 他也很注意他国内的反应 就他内部会怎么去看这件事情 第一个 他不愿意在他内部的新闻稿上呈现 就是表示说美国人不能够介入 我们这个台海的事情 但是他又要强调说 他们有所谓捍卫大陆 对于台湾问题的一些立场 所以你看他非常注意 他国内的反应 但另外一方面 大陆还是重视双方的沟通 因为非常清楚的 现在要能够让台海双方稳定下来 大陆跟美国之间的沟通 是至为关键的 请教一下赖老师 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的整篇文章里面 并没有谈到说 美国满意赖清德的国安团队 没有 但是台湾的这一家媒体 却把他说 美国对于赖清德国安团队 是表达满意的 但是他去查了原文了以后 发现整个原文 华尔街日报里面没有引述 也没有谈到 说美国的拜登政府 是满意于赖清德国安团队 那他就觉得很奇怪了 就是说 如果按照原文来看的话 他觉得语意中更是美国 对赖清德的不信任 所以赖清德是想要让美国 去信任他 让美国去满意他 那也就是前提是在于 华尔街日报认为 拜登对赖清德不信任 赖清德想要美国信任 但是并没有谈到 美国就因为赖清德的国安团队 而就对于赖清德信任了 那怎么可以把这个作为标题呢 我相信这个报社的国际新闻组 它的英文程度不会差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报社里面 尤其要做外电翻译的时候 那些国际新闻人员的英文的实力 应该是相当的可以被信任的 但是怎么会报纸出来的标题 跟内文确实不一样 那如果说我们再去看看原文 我们发现确实跟精神内涵 都不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报社就有点扭曲 外电的这样的一个报道 这个就是一个 对于新闻的不负责任 对于自己处理新闻翻译 甚至在写中文的时候 写出来的一种 有点欺骗读者的这样的一个做法 这样当然会使这个读者 对于这个报社失去信任 失去信心 我们都知道新闻最主要是要来自于 建立读者对我们的信任 可是当我们的内容 我们的分析 使读者失去信任的时候 这个就是自己堕落了 我觉得一个新闻媒体 不能够为了政治服务 而让自己堕落 你可以做评论 但是你不可以去乱翻译 也就是说你可以写一个评论文章 来表达你的立场 可是在翻译文里面 你就不可以去随便篡改人家的意思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很基本的一个道德修养 尤其新闻素养的一个基本 如果连这样的一个新闻素养 都可以丢弃的话 那这个媒体基本上来讲 就很值得去思考了 就很值得去评论文章的一个新闻素养 就很值得去评论文章的一个新闻素养